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希臘問題 現在最新的一個進展 因為今天禮拜四 其實時間非常趕 因為今天是歐盟的晚上 就是財政部長會議 今天歐盟的財政部長會議結束之後 明天禮拜五要把這個結果 交給歐盟的領袖高峰會議 因為現在時間非常短 整個希臘債務的細節 跟相關的一些措施 沒有辦法經過實地查核 只能用政治解決 可是目前我們看到 從昨天到今天 目前債權跟希臘方面的 中間的談判的落差 仍然是非常大 當然德國的財政部長蕭伯樂 特別提到 就算禮拜五有好的結果 也要送交希臘的國會 先行表決 由希臘的最高民意代表機構 經過表決來做一個見證 然後才能受交各國 來進行下一步動作 所以你看禮拜四 今天禮拜四 明天是歐盟的領袖高峰會 禮拜 禮拜天 希臘的議會通常是休假的 到禮拜一 希臘議會只要順利表決通過 趕快送到各國議會做表決 禮拜二才趕得及撥款 所以從時間來講 是非常非常的急迫 所以我們要注意到 黑天鵝的發生 我們看禮拜三 昨天其實昨天很辛苦 因為昨天在台北時間 下午的時候 齊普拉斯就是希臘總理 他說債權人沒有接受 他們的方案 所以使得晚上一路談 談到快12點 各國的財政部長就拚命喝咖啡 等 一直等 一直等 等待齊普拉斯跟MF 歐盟跟歐洲央行的談判結果 然後才能送交參黨會議 現在開始我們看 今天早上 因為這是歐洲時間 早上 今天早上 其實我們看到整個希臘的 各方的技術目標開始談判 在我們錄影時間之後 我們看到包括齊普拉斯 跟三方人要進行債權談判 到今天晚上 各國財政部長繼續待命 所以現在各國財政部長 就待在那邊一直等 等出一個結果 我們先看一下 歐元跟股市的反應 因為歐洲股市就是三溫暖 之前我們看到這邊是傳出來 就是看樣子有好消息 當天其實德國股市漲了400點 昨天其實德國股市一陣急殺 所以齊普拉斯說 這個債權方案沒有被接受 這是德國股市 代表歐洲股市 利多就漲 利空就跌 可歐元的表現很特別 歐元這幾天表現 反而是利多貶值 利空升值 我要先請邵俏老師做觀察 從市場反應 現在最觀察的歐元 因為希臘的退歐 會對於歐元的誠信 帶來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我們從歐國歐元 怎麼做解讀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次這個危機發生的時候 那個IMF的Jack Roo 就是美國的財長 他第一個不去找修伯勒 他去找英國的財長 問他的看法 因為英國始終沒有用歐元 而且英國就是在歐盟之外 因為他覺得這個 歐元之外 歐元 歐盟之內 歐元之外 所以他整個英國的前瞻認為說 他這個歐元是會失敗的 因為在英國的看法當中 所有的貨幣都是主權 都是我有主權 我能夠用 我能夠用我的貨幣政策 現在希臘有這個問題 他沒有辦法用貨幣政策 英國 德國他的貨幣政策 又被希臘牽制 又被牽制 所以整個牽制 可是各位要理解 這一次如果說 希臘有產生歐元 不管他有沒有退出 這個都是歐元的瑕疵 對全球的金融市場 它的動盪是非常大 因為你如果說 恢復到馬克的話 你那個1美元 對以前那個1.4的這個馬克 德國的製造業垮掉 對 整個就會發生一些變化 另外我有跟來賓算過 如果說用德拉馬克去算的話 希臘在乎大概82兆 對 82兆 82兆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歐元問題滿大 而且官媒還注意到 剛剛其實邱老師提到的是 整個歐元的發展史 更重要是今年下半年 葡萄牙大選 西班牙大選 基本上反尊傑跟抗歐派 目前都佔據優勢 所以假如西大這邊得到甜頭 官媒有個政治問題 等於每一刻對反歐派 進行贊助的意思 因為為什麼 因為西大都要得到 為什麼我葡萄牙不能要 為什麼西班牙不能要 所以官媒這問題有點複雜 另外我們觀察 這是我們直接提供給官媒 注意到就是流出來的 整個是齊普拉斯提出的方案 但是官媒看過去 好複雜好複雜好複雜 我們上次有做節目講過 包括軍事支出也會有收入 包括5G的拍賣費 有沒有搞錯 5G都還沒出來 他把算到明年的財政收入 所以齊普拉斯講一句台灣話 很唬爛你知道嗎 亂掰 掰出一個數據來 這個數據當中 結果結局出來 就像考試一樣 全部變打XX 第一個 企業獲利特別稅不可行 第二個國防支出 你別唬爛 你的F16賣給台灣嗎 你哪裡來的收入 另外一個5G的牌照稅 5G現在長得什麼樣子 連規格都沒制定 怎麼可能有執照拍賣費 另外還有小島居民減稅 希臘大家都住小島 大家都減稅 所以整個問題 我請教邱老師在做個觀察 因為問題就來自於 債權人認為是要縮減支出 就是政府的支出要縮減 不能加稅 因為加稅的話 這國家會更蕭條 可是希臘是說 我不能縮減支出 因為縮減支出我就沒有選票 我取消老人坐公車 我取消U-bike的費用 那不像台灣人沒有感覺 希臘人很文明都沒有票 所以我只能針對企業家開刀 可是針對企業家開刀 希臘經就完蛋 所以問題來了 希臘是希望加稅 但債權人是希望減支 這兩個問題本質完全不同 這是台灣的問題 幫我們做解讀 到底影響在哪邊 你想想 我想在兩個問題方面 希臘他希望說能夠加稅 但是加稅在經濟體裡面 第一個會影響到 這個消費的支出 因為我們課稅的時候 我們知道 如果說你的稅率到 現在是45% 台灣 如果到45%的話 你有的工作是多做的 因為你做有一半是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 他現在目前的經濟成長 都是負的 所以他要課到的稅 也非常有問題 第三個如果說他課稅 我跟他看他的內容 最主要的 最大筆的可能 就是消費稅跟理由的稅 可是理由增值稅 可是理由增值稅 受到理型業者非常大的反彈 因為課了之後 第一個 國外的理課來希臘 就課一個稅 然後他消費的時候又要課稅 所以這個會影響到 整個希臘那個行業 所以在這部分的話 它影響到消費支出是非常大 通常對國民所得來講 Y來講的話 消費支出最大的是 我們通常講說 Y等於四家 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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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一個投資 對 那個公司 公司我們就不再贅述 對消費最大的就是投資跟消費 國民所得最大是投資跟消費 消費現在如果說 是這樣一個狀況的話 我看這個不是一個 刺激的一個方案 所以他的國內的人民 都會起來反彈 可是債權也是問題 關明有用不出來 因為很多下人 他是靠政府的補貼 不管是退休金 還是救助金再過日子 其實說實話 假如把他們的補貼給消掉 基本上對國家的消費投資 總和需求也是減少的 對 基義的方面的話 我是覺得問題更嚴重 為什麼 因為希臘目前的失業率 高達40%以上 尤其年輕人的失業率 平均大概20% 但是每一個人的負債 家庭的負債都滿高的 你如果說政府這個Z 用移轉性支付到他的戶頭的話 第一個 因為他的負債馬上被銀行扣留了 所以他能夠用在整個 真正的優勢的滿足上面的話 沒那麼多 效果沒那麼多 所以發揮在整個對經濟 或者對社會經濟的貢獻 沒那麼大 沒那麼大 對 孟哥哥我們就觀察一下 因為現在最大問題就是 一個是要希望能夠減資 就是你希臘政府不要再亂花錢了 就是你還養那麼大的軍隊 希臘的部隊還滿大的 你不要養那麼多軍隊 你也不要搞那麼多退休金 可是希臘切伯拉斯是認為 我可以加稅 因為只要希臘有千千萬萬個 連勝文 我們就可以磕到稅 他在做夢 你知道嗎 因為希臘界全跑光了 好 現在問題來了 觀眾朋友 這是英國金融時報講的最新問題 希臘你知道嗎 房貸 你有房貸 70%的人現在是不還房貸 就無所謂 反正政府在賴帳 銀行在賴帳 為什麼我不能賴帳 所以現在希臘是變成一個 騙子之國 借房貸都不還錢 每個人都不還錢了 到底希臘問題現在怎麼觀察 市長 你還記得前幾天 希臘銀行出現擠兌的時候 那時候媒體報導 希臘雅典的狀況是怎麼樣 大家反而是上街去買罪 上街去狂歡 把錢領出來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 這好像是龐貝城的末日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反而是不繳房租 不繳水電費 什麼都不管了 上街先 happy一段再說 所以因為他們已經 進入到那種三窮水境 大家都放棄的一個情況 大家也不知道會不會怎樣 所以奇普拉斯現在在盤算什麼 就是說他一方面要對外 他一方面要對內對不對 他對內他的左翼政黨聯盟 任何的向外的協議 他都要經過國會的批准 所以德國也看清楚了這一點 所以為什麼德國昨天傳出來 想說你希臘給我們的 這個改革方案 你要先通過你國會的審查 國會過半通過之後 你再說 因為我們德國的議會也要通過 這個相關的改革方案 我們通過的條件是 你國內議會先通過 這一槍是什麼 這就將軍了 對 也就是說 奇普拉斯他如果提出來一個 就像世光你剛剛講的 是一個可行的方案 什麼可行的方案 是真正能做到開檢支出 然後增加收入 我們講說量入為出對不對 達到預算平衡 至少一步步往 預算平衡的路上去走 這樣可行的方案 通過了歐元區財長的審查 通過NF 大家都點頭了 你送到國會 國會批准了 我們當然歐元區會接受 可是奇普拉斯很清楚 他如果提出這樣的方案 他國會是不會批准的 不是 因為奇普拉斯從頭 當初選上就是騙的 他就說因為希臘 有千千萬萬個連聖文 只要他每個人磕1萬塊錢 希臘錢是夠的 希臘有些很多 另外是希臘人民過得好可憐 可是其實從全球現實觀點 連聖文不是希臘 全世界都有那麼多富人 富人他會跑的 你只能把富人抓回來 創造就有機會 你想磕富人 富人是可以今天移到德國 移到歇拜太容易了 另外希臘人民 其實過好一直過太久 只是現在比較沒那麼爽 可是所以奇普拉斯 不能把真相告訴希臘人民 希臘人民知道真相 可是選票 馬上會讓這個政黨垮掉 我這樣講 現在老百姓也不願意 去面對真相 奇普拉斯的左翼政黨 為什麼會勝選 他為什麼可以當上總理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老百姓不滿先前的政府 所執行的尊絕方案 因為先前的政府 就是依照歐元區 他們所的要求 就是說我乖乖的聽你們的話 然後我不斷的可以拿到紓困金 那先前的政府這樣做法 不被老百姓接受 老百姓覺得日子太苦了 所以才會去支持奇普拉斯 所以奇普拉斯 他基本上是一個夢幻政權 你知道嗎 他就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夢幻政權 因為大家都不願意去面對現實 就跟有的城市一樣 想要大巨蛋 又不願意出錢蓋大巨蛋 然後每天都在做夢就對了 現在事情回來了 就是說大家要去面對現實對不對 因為6月30號就有 下禮拜二了 16億的歐元貸款要還了 這個是現實 可是現在大家 還是不願意面對現實 那你說奇普拉斯 他如果提出一個 現實可解決的方案 他的議會不會過的 所以奇普拉斯很清楚 他所面臨到是內外的困局 莫華哥你賭大一點 因為現在是歐洲的財產會議 明天是歐盟的領袖高公會 會不會出現黑天 所謂黑天鵝就是最後忽然翻盤 大家拍屁股走人 然後希臘就說賴賬老子就賴了 然後下禮拜就好玩 明天開始是下禮拜一 歐洲就翻天覆地的 這機會大不大 你知道這個禮拜 最大的關鍵轉折在哪裡嗎 在上週末的希臘銀行出現擠兌 對 希臘銀行為什麼會出現擠兌 本來都沒有事情 老百姓為什麼突然很緊張的 去銀行排隊要領錢 因為歐元區祭出了一個殺手箭 這個殺手箭叫做資本管制 也就是說歐元區 他們知道希臘老百姓怕什麼 他們怕他們到時候錢領不出來 怕銀行關門 怕歐洲央行不再給ELA 他們怕這些事情 所以他就跟他講說 好 如果你今天再不提改革方案 我就實施資本管制 我就不給ELA 所以希臘銀行馬上一緊張了 老百姓一緊張就去提款 結果老百姓一去緊張一去提款 壓臉街頭就出現騷動 然後齊普拉斯就覺得很緊張 就很有壓力 所以他才趕快提出了一個改革方案 不然他還是拖 所以說現在就要看說 到底希臘的老百姓 他們自己能不能覺悟 我覺得解鈴還需吸引人 真正的關鍵在於說 希臘老百姓能不能 我可以把銀行的錢領出來 可是我不用還銀行的信用卡貸款 不用還銀行的房貸 全世界最爽的事情在這邊 我怎麼要去幹嘛 如果世王你講這個氣氛持續延續 一直到6月30號 那就違約定了 如果說真的希臘國會 所以在這麼大的龐大壓力下 就是油動性切斷了 然後ELA也沒有了 然後銀行又擠兌 雅典街頭一片混亂的情況下 他們妥協跟屈服了 那簽了協議了 我覺得6月30號 又是另外一個格局了 好 非常感謝思維 謝謝 Cev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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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vet